不少人到了台东长滨都喜欢到这个金刚大道来拍照打卡 但是现在这里出现很多垃圾 民众是丢到这个垃圾桶都给漫出来了 笔直的道路加上没有建筑物跟电线杆 台东长滨的金刚大道每天都吸引不少观光客来朝圣打卡 路旁的垃圾桶满出来 部分游客干脆把整包垃圾丢到附近草丛灌溉沟渠 被乱丢的垃圾又随风吹到附近农田 不但破坏景观也造成环境污染 因此在地居民建议干脆把两个垃圾桶通通撤除 负责垃圾桶清理的相公所表示 金刚大道垃圾桶每天都有派清洁队员到场清理 不过队员发现有时候垃圾桶内会出现家庭垃圾 可能是附近的居民或民宿业者拿出来乱丢 才会造成垃圾桶不服使用 金刚大道自然景观得天独厚 没想到会出现垃圾问题 除了民众要发挥功德心外 相公所也在研议 用更积极的作为来维护景观 记者李明德 台诺不打